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深皮C5度 這一集是季中戰力分析的第二集 我們將要來探討國聯西區目前稱霸的三隊 在上一集播出之後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的留言 詢問我們為什麼我們沒有做藍鳥隊 其實並不是我們看衰藍鳥 事實上當初我們在挑選球隊的時候 是參考預測系統 針對各隊打進肌肉賽的機率來做排名 其中我們選出最高的三隊 分別就是上一部影片所介紹的那三隻隊伍 而藍鳥目前則排在美聯東區第四 但是大家也不用緊張 接下來7月的交易大線 我相信藍鳥隊應該還會有其他動作 到時候還有機會再把藍鳥隊單獨拉出來講 這邊就算是回答大家的一些小小疑問啦 那就馬上來進入今天的國聯西區主題吧 我們在三個禮拜前曾經出片討論 本季國聯西區的大驚奇就有金山巨人隊 當時的出片時間是巨人在主場被到期很少 Brownson對巨人的後世發展也變得保守 結果之後去LA的四連戰 以三勝一敗拿下對到期的系列賽搬回一城 也奪回失去不到10天的國西王座 直到現在都沒讓出來 可以確定的是 巨人今年的競爭力看來絕非僥倖 而是扎扎實實的進步 今天的影片會跳出幾位關鍵人選 跟大家解說幫助巨人重返榮耀的原因 巨人今年顛覆過往重手輕功的印象 他們在2019年聘請全新的教練團進駐 光是與打擊相關的教練就有三位 有負責帶揮棒的 有負責飲食控制的 還有專門整合的 整隊打擊成績從去年就開始進步 今年更是開花結果 大幅提升了長達火力 團隊目前打出92法全雷打 排聯盟第三 保送率10.7%則排第二 主力打者今年的進攻效率都是新高 彷彿回到年輕的時候 看板捕手Buster Posey今年在45場就敲出11轟 要知道他在1819賽季合計初賽219場 也只打出12隻 今年他調整了打擊姿勢 改成高戰姿 身體較以往病隆 並且也把球棒抬高了動作 這樣的調整為他帶來數據上的改變 最明顯的是不再害怕訴求 今年面對訴求的X-WOBA來到0.436 寫下近8年新高 而且貢獻了8隻全雷打 此外 巨人也多讓34歲的 Posey休息 維持打2休一的頻率 並且專心蹲補不必支援一壘 另一位老將Evan Longoria 在開季前聽從打叫的建議 使用了比原本慣用球棒少半英寸半盎司的球棒 讓他在揮棒時不再這麼吃力 今年的X-WOBA跟WRC Plus 雙雙創下生涯最佳紀錄 可惜在6月6日的比賽與遊擊手Crawford相撞 至少要休息4到6個禮拜 也是對球隊的損失 最讓人驚訝的是遊擊手Brandon Crawford 以往給人手優於弓印象的他 同樣改變了打擊姿勢 把棒子握得比較直 讓打擊重心能維持到最後一刻再釋放力量 本類版紀律也進步不少 本季打出15轟 140WRC Plus的進攻成績 合約即將在今年寂寞到期的他 有機會寫下生涯年爭取下一份高薪 有史可知 巨人今年的進攻絕非昙花一現 唯一困擾他們的還是那句話 年紀 在內野阻力都超過33歲之下 能否應付漫長的賽季 成為他們最大的考驗 先發王牌Kevin Gaussman 在今年拿出當年大悟新人的期待 除了減少被拳壘打 控球進步之外 本季成績進步的一大原因 來自他的直岔球 投出了屠殺般的表現 Gaussman的直岔球握法非常特別 國外把它叫做Foche X Splitter 從字面解釋的話 Foche是一種介於直岔球跟變速球的慢速球路 而ASK則是風格 所以Gaussman的這顆球路 其實很接近所謂的慢叉或是大叉 跟衛拳龍本土王牌徐若曦的握法有些相似 這顆直岔是從Gaussman在高中時 總是不擅長的變速球 所衍生出的產物 本季使用率提升將近10個百分點 來到37% 揮空率高達47.4% 打者對戰的X-WOBA是可憐的0.182 幾乎是打不到 僅用速球跟直岔球兩種球路搭配 讓他繳出賽洋等級的表現 身世上也只落後大都會那個老妖怪而已 2號先發Anthony Discafani走出去年受傷陰霾 今年投出復活表現 他捨棄了容易挨打的訴求 改以滑球成為主力球度 不過控球尚在加強 目前的帳面成績也有一些水分 但只要能健康出賽就已經很有貢獻了 後段先發的不穩定性較高 從兼商康復的Alex Wood 這一季捨棄的曲球改投滑球 並且在初期收到成效 然而近4場挨了5發拳雷打 表現略有不穩 葵頭從TJ手術推歸後球尾大不如前 Aaron Sanchez本季復出狀況不理想 24歲的深卡球投手 Long跟Web雖然成績不錯 但受到兼商影響打打停停 輪值大致上還是靠前2號先發再撐 也是巨人目前最大的隱憂 後援部分 主力牛棚為Jake McGee跟Tiler Rogers 但可用之兵並不多 牛棚實力排在中後段 如果後續沒有補強 可能也會成為巨人晉級肌肉賽的變數 至於交易大線之前 巨人的角色也會是這三隊最引人好奇的 先說結論 巨人很可能不會在730幹大事 儘管巨人整隊打出超乎預期的表現 但受限於野手年齡與投手深度 能否拼完整劑人事問號 此外 Gaussman跟Crawford的合約將在今年到期 現有的好成績背後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 而且很可能沒辦法像當年打造出一個王朝世代 如果參照總管Farhound Zayde 最近兩年的操盤風格 可以發現他不急於馬上打造出能跟教室到期抗衡的隊伍 像是去年雖然有機會打入季右賽 卻選擇在交易大線時收手 今年上半季也賣掉Wizder跟Wendy Perota兩位中季投手 從此而知 只要是對球隊長期發展有利 就算扮演賣家也在所不惜 因此今年最多就是針對投手小修小補 以原班人馬打完這季 硬幹到期教室在今年不是聰明的做法 巨人農場現階段天花板不錯 但頂級新秀只有外野手Helie Ramos有機會在7月開箱 其他人選的成熟度都還不及大聯盟水準 雖然今年的成績是貨真價實的 但考量對長遠最好的安排 比較穩妥的做法應該還是等主力新秀順利接班 才開始扮演買家角色 而非在今年燒農場只為了炒短線再拚一次冠軍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在打完前65場之後 教室隊的成績並不如預期般理想 落後巨人隊拉拉到3.5場勝差 也跟到期隊有兩場的差距 儘管由得勢分差來看 團隊正65的表現在國聯也足以排上第三 但偏偏阻礙教室隊繼續前進的 正是西區另外兩隊 如果保持這種態勢 今年很可能無法晉級外卡戰 到底目前球隊出了什麼問題 以及交易大限前能如何調整呢 先來談輪值部分 拉比修的表現絕對是扛得下頭號先發這塊招牌 延續了19年下半季跟20年的絕好調 本季到目前為止攪出2.57防禦率 2.0W的表現 而且多次在牛棚尤禁登庫時跳出來燃燒自我 他的存在絕對是安定球隊的重要力量 號稱擁有七彩變化球的拉比修 在這一季配球也做出若干調整 本季他在切球滑球適縫線的集中度 來到79% 比上季的70%有所成長 推測可能是其他球路的狀況不理想而被迫為之 從虧空率來看27%是最近三年新低 是否會在賽季中後段反映在山陣還需要觀察 2號先發落到本季投訴過 無安打比賽的Joe Musgrove身上 就像先前在球員觀察室提過的 他本來就擁有三顆非常頂尖的變化球路跟控球 過去在海盜是訴求拖累他 因此少丟訴求 多投變化球是最直接能讓成績進步的方法 輪值中表現相對不理想的球員 首選前賽洋投手Blake Snail 讓教室球迷看得很痛苦的元凶 這一季他有很嚴重的主客場問題 在主場的比賽防禦率僅有1.65 場均能吃下無誘三分之一局 但客場防禦率卻暴增到10.36 完全不是大聯盟水準 至於去年破檢而出的The Nelson La May 在上季末又陷入韌帶問題的陰霾 檢查出來確實有部分失裂 導致他今年必須從傷兵名單開機治療 在4月21號付出先發兩局之後 又因為相同問題二度受傷 之後教室採取嚴加管理 在他先發的場次搭配Ryan Wallace做Piggyback 為的是讓他能保持出賽 但也盡可能延長他的職業生涯 輪值以目前來看 雖然Snail一蹶不振 La May的健康是未爆彈 但他們仍舊繳出防禦率排第七 FIP排第八的終上成績 坦白說已經是很有競爭力的陣容了 牛棚部分也受到傷兵影響 原先預定的布局投手Drew Palmerance 因為被擴機的問題已經缺席將近兩個月 索性便宜簽下的終結者Melanson 繳出超乎預期的成績 甚至拿下4月國聯最佳後援的獎項 另外像是Adams跟老朋友Stamon等人也撐起牛棚 去年教室隊之所以能晉級季後賽 很大一部分是藉助優異的進攻能力 先發九棒除了投手跟TommyFan以外 都打出平均之上的進攻效率 總得分在兩聯盟甚至只注給稻奇跟勇士兩隊 但是今年這種神奇魔力消失了 彷彿又回到先前黑暗時期的狀態 整條打線除了小弟士跟Grishan以外 沒有其他人能複製去年的成績 而且大多是坐領千萬高薪的昂貴球員 像是Meyers、Hosmer跟Machado 最大的問題是打線缺乏爆發地 本季存長打率僅有1x40排倒數第五 除了Tatis Jr已經打出21轟 排第二的Machado連兩位數都還沒站上 看看天使就知道 當整條打線沒人能保護對上最強的球員時 只有少數人強也沒用 儘管如此 我對於打線甦醒這件事依舊樂觀看待 本季團隊Bad Pip只有2x76 在聯盟排倒數第五 但是跟隨手印第安人等進攻就先天失調的球隊相比 不論是擊球能力或是擊球強度 純粹論實力都遙遙領先 隨著時間逐漸修正的可能性是高的 因此就現階段來看 大線發揮的並不好是事實 但不代表要放棄希望 畢竟賽季還有90多場比賽 現在談論投降還太早 談到教室隊的補強 先前總管AJ Prader說過本季也會是買家 補強的目標會放在找尋捕手 外野手跟左頭後援 我們分別就這三個面向來看 捕手推測可能是找2號備胎 畢竟原先規劃的主戰捕手諾拉打打聽聽 絕大部分的責任都落在Karatini身上 而且小聯盟身上來的Campusano跟Rivas 看起來還不足以承擔重任 如果要找手背型的 像是馬鈴魚的Sandy Leon是個便宜的選項 至於外野手的名單就有趣了 先前曾經傳輸過教室隊想交易 游擊兵的重砲Joey Gallo 本季表現總歸中矩 敲出11隻拳雷打 留下126WRC+,1.6W的成績 會選擇他的原因也很簡單 不論是Prader或是總教練Tinder 兩人過去在游擊兵隊都服務過很長的時間 對他也有深入了解 考慮到Gallop還有1.5年的控制期 如果他能穩定輸出 就能無縫接軌Fame約滿離開的位置 除了Gallop之外 有些重建球隊也在兜售主力球員 包含翔尾蛇的David Perota 海盜的Adam Fraser 或是老虎隊的Robbie Grossman 都是人選 最後則是左頭後援 雖然說關於釀酒人隊終結者 Josh Hader的傳聞始終沒有停過 但考慮他還有2.5年的控制期 加上釀酒人目前並列中區第一 很難想像會被囚獸 除非端出了難以拒絕的包裹 否則發生的可能性真的不高 比較務實的考慮或許是 國民隊終結者Brad Hand 當年從教室隊發跡的他 即便日後轉隊也保持高水準的成績 但是本季三陣能力下滑不少 FIP更是6年以來最差表現 就算買到他 也未必能在基尤賽派上用場 總結以上 總管Pred的操盤風格毫無疑問願意下賭注 畢竟精明兩年是最佳的奪冠時機 在老闆願意開預算之下沒道理縮手 然而最尷尬的地方是球隊沒有結構性的問題 只是單純境況糟糕才導致今天的局面 所以要是補個不夠強的球員 很可能之後也沒位置讓他上場 但要補得到位勢必得犧牲農場 因此我個人認為很可能會拖到前幾天才有動作 管理層需要更久的觀察時間才來決定要大採購 還是小修小補就好 進行了65場例行賽之後 衛冕軍到齊以一場勝差區居國西第二 然而俗話說沒有33不上舊金山 年紀偏大的巨人很難撐完整季 而到齊實質上更優異的得知分差 也顯示他們才是國聯西區實力更好的那支隊伍 今年遭逢嚴重的傷兵問題 還能有如此成績著實可貴 我們就先從傷兵談起吧 今年開季擊敗David Price Tony Gonselin等人 成為輪值要角的火球男 Dustin May 在本季五場先發留下2.74防禦率的優異成績 而且三陣率沖上37% 看似就要破繭而出 沒想到因為任在撕裂而讓球技爆銷 May的曲球是聯盟最好的三陣武器 也是整體三陣率翻倍的關鍵 他的缺席毫無疑問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另一位新秀Tony Gonselin則是受到兼傷影響 直到上週6月10號才復出 本季至今只先發兩次 得看後續調整的狀況決定如何使用 牛棚的傷兵真的讓總教練Dave Roberts傷透腦筋 開季預定的勝利主投手Corey Kniebo Jimmy Nelson Bruce.Gradero都經過傷兵名單 Kniebo甚至到6月底都不會回歸 導致季出使用牛棚總是坐金見軸 誰上誰就倒 好在從小聯盟拉上的Denis Santana Mitch White能暫時電檔 而且Trinen Jensen的優異表現 穩穩替到其手下不少勝利 野手的傷兵槽更是不輸給很會受傷的大都會隊 外野的Bellinger Polluck分別缺席40場及20場比賽 Bellinger在解稿前更是二度禁傷兵 相對健康的Bats本季也休息8場 正守中線的Sieger因為手掌骨裂缺席6周 Lux右手玩酸痛也躺進過傷兵名單 導致除了讓Chris Taylor必須分擔重任 3不50也會看到一些初登版的陌生面孔 不過到其不愧是聯盟陣容最具深度的球隊 結算至6月14號 得分344分高居國聯第一 大聯盟第二 相信在傷兵回歸之後便能輕鬆要回分區寶座 目前輪值的三本柱 Bauer、Kershaw跟Buller都交出符合預期的表現 雖然說Bauer的用油疑雲 Kershaw的費傷與Buller本季被打太多強勁擊球 都是各自需解決的問題 但三人人排得上聯盟最好的三張王牌 只要保持健康 仍舊是難以撼動的基本盤 4號先發則是當年才19歲就升上大聯盟的 Hurio Urias 今年也站穩先發 目前攪出3.56防禦率 3.18FIP的優異成績 今年增加的去球的使用為他帶來成效 不論是擊球品質或是揮攻率都名列前茅 如果在別隊或許早就成為一而好投手了 接下來就看球團會不會出手 讓投球局數已經比進生涯新高的他調節工作量 後援部分前面提過 一旦傷兵回歸後問題就不大 而且還有鋼瑟琳跟時尚最貴的後援Price 可作為活旗 隨時支援牛棚或是戰袋先發 打線部分 Max Moncy是到期的進攻核心 本季平均擊球速速飆升至優秀的91.2英里 加上三陣下降保重增加 進攻效率是畢竟生涯新高的163WRC Plus 證明他是聯盟最被低估的打者 尤其他還能夠分擔二壘 如果Moncy能健康出賽 絕對有機會在季末的MVP票選上看到他 三壘則是老面孔Justin Turner正手 開季狀況火燙的Turner 雖然5月打擊範圍只有2x13 3x02 3x30 WOBA剩下差強人意的0.285 好在只是短期的運氣不佳 並且在6月再次加溫 另外 手臂通常是老將最優先衰退的技能 但在他身上並沒有發生 可見年季還沒追上Turner的球技 就看教練團如何調配 替這位對死肌肉賽最多轟的名將 保存體力來衝擊肌肉賽 年輕捕手Will Smith 本季表現可圈可點 本季打出2.1瓦高居捕手第三 年輕又具備長打威脅 唯獨盜雷阻殺能力可以再精進 避免再度發生單場被盜雷4次以上的窘境 其他像是Bettinger Pollock還有Sieger 暫且還在養傷 短時間無法做出貢獻 板凳的McKinstry Ryus雖然也經過傷兵 但目前都已回歸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全明星右外野手MookieBats的狀態 BatsMVP等級的身手 絕對是去年奪冠的必要元素 本季手臂也毫不含糊 甚至能輕鬆做出轉身傳本蕾註殺的美技 但打擊成績卻是每況愈下 特別是機球品質嚴重衰退 初速從紅襪時期的92.3英里 下跌到今年只剩下89 僅有聯盟平均的水準而已 疲弱的擊球造成長打消失 今年目前的初賽數與去年相同 拳雷打卻只剩下一半不到 長打率更是新年以來的最低 才28歲的Bats理應正值球技巔峰 如何幫助他重拾打擊上的power 是到期能否再度衛冕的關鍵 最後補充一下季中簽下的老將Albert Pujols 自從來到到期後長打回村 已經攪出5隻拳雷打 適時補上達線對左頭的缺口 雖然他這一季的擊球品質 已經是最近5年來最好的一季 但在主力回歸後免不了歸建板凳 畢竟機會還是該多給新人 而不是即將要退休的老將吧 話才剛說完又有人受傷了 難道這就是普森的靈器嗎 毫無疑問 到期將會是本季730交易大限的買家 但考慮到薪資為了簽下Bauer跟Turner 已經超出豪華稅 比較可能採取短租的形式來補強 總管Andrew Fryman和擅長交易來 合約僅剩半年或是一年的明星球員 過去他們也曾經買過Machado 打比修由等人 因此套用到今年的情況來如法炮製 國民隊的Max Scherzer很可能就是目標之一 讓他們能組成聯盟最強的輪職 超越教室 這樣一來 烏烏烏在季游賽的定位可能會跟去年一樣 能先發也能關門 野手部分 小熊隊的看板球星Chris Bryant也是個做夢選項 他本身就是能夠正手複數所謂的超級工具人 有他的加盟將能解放整條打線 排出手臂跟進攻都極大化的豪華陣容 雖然他勢必要價不菲 但到期農場在聯盟的排名 仍舊有本錢這樣搞 就看Fryman願不願意為了二連霸再度放手一搏了 好的 以上就是國聯篇的季中戰力分析 坦白說打到現在 最讓我意外的絕對是巨人隊 畢竟在季前各家的預測之中 從來都沒想過巨人隊在經過兩個月的賽程之後 仍舊能保持國西第一的位置 而他們目前的表現也確實對到期跟教室產生了一些壓力 在這邊也不得不給巨人總管Farhan Zaidi一些credit 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們 並且加入我們在FB的鐵粉社團 同時追蹤我們的Instagram還有Telegram社團帳號 這裡是生皮15度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